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 转型应该怎么去落地 这是一个 大家通常来讲都会谈到的 一个数字化的进程 就我们通常来讲 会把这个整个数字化的进程呢 分成这么四个步骤 第一步叫自动化 第二步叫信息化 第三步叫数字化 第四步叫智能化 这是很多的CIO啊 咨询公司啊 都去谈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去卖这个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嘛 因为大家现在都要这个智能化转型嘛 我说这个事情是那个事情的前置 所以大家现在要去搞一些什么 这个数据中台呀 智能应用啊 搞一些这样的东西 这个事情既对也不对 我说对的点是什么呢 那的确你最后要有智能化 但我说不对的点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今天按照过去的传统逻辑里边 在非智能化的数字化信息化 所建设的基础设施 能够承载智能化的应用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当然你手机要直播 现在有个手机 现在有个网络 对不对 但你三G的网络能支持现在的直播吗 不能 那谁来去定义 究竟我们需要个三G的网络 还是四G的网络呢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你的企业 是以未来的战略性转型 你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下一代 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你要去占领下一代的高地 那你一定要以智能化 想象未来的企业到底长成什么样子的 我们反过来再来看 我要达到那个样子 我在数字化和信息化上 我到底要做什么 你得知道那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你沿着那个本质 你来判断一下 你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过程 是不是沿着那个方向去走的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要以中为始 就你要以智能化为目标 去进行基础设施的规划 其实是说叫做 以智能化为目标 重新审视数字化的进程 是很多企业 今天在面临智能化转型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呢 是说智能化转型 绝对它不是一个项目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大家就想锻炼这件事情 有没有一种说法 叫做我从今天开始锻炼到八月底结束 没有对不对 你一个人只要开始锻炼了 你肯定一辈子锻炼 你八月底结束 那你还不如不锻炼呢 反正你后面又得回来 所以说智能化转型 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不是说我从A到B 这件事情叫转型 而是我首先从认知上 我要跃迁到这个领域里边 然后我从零开始 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一点一点涨上去 最后涨成参天巨人 我就是涨成了 我就不优化了吗 我还得继续优化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在学习 要提升自己想的能力 那等到你智能化了之后 你是不是这个机器 每天也要提升 所以说持续经营的时间 它不是一个项目 那它非常依赖什么呢 对的方法和对的人 我们说对的方法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对的方法 那我们讲对的人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关注 组织的问题 所以说成功实现 智能化转型的企业 一定要做到什么呢 新方法 新的组织和新的工具 这个新 是对应到旧来看 什么叫旧 什么叫新 旧就是指 不能有效的利用数据 机器的闭环学习 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段 就机器的绝对理性 以及高的维度 决策下沉 然后实时 然后整个闭环迭代 那没有这个技术手段的 这套体系是旧的体系 有这个技术手段的 这套体系呢 是新的体系 那么我们要以此来划分新旧 然后去找到新的方法 新的组织和新的工具 首先新的方法 就是打破增长的瓶颈 实现量变到质变 每个企业都不同 每个企业的瓶颈都不同 但是你知道这个方法的核心 就在于你找到这个瓶颈 让机器去替代人 去打破这个瓶颈 有的时候 其实甚至是机器替代机器 就原先那个机器 是个写死的机器 新的机器是一个可适配的机器 就让机器的智能 可以局质发挥作用 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一定是从顶层设计出发 就你要转型 一定是顶层设计出发 老板想不清楚 下面人是不可能想得清楚的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个地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 讲明白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你的CIO 你的CTO 你的什么算法 科学家业务的老大做的 这都不是的 一定是企业的拥有者 一定要想清楚的 所以讲这个成功案例之前 思维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失败案例 就有个非常大的零售企业 其实它是在这个地方 决心很大 投入很多 但是最后失败了 它投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中态团队 它把整个智能化转型这件事情 完全交给科技去做 一万多个工程师 百度很多年都没有一万工程师 头条也很多年才有一万工程师 人家一下子招了一万多个工程师 其中算法科学家就两千多个 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没有考虑到 我们刚刚讲的战略性决策怎么去做 所有的这一万多号人 全部都在做那个执行性决策的那个点上 就这样人都不够了 为什么那个点永远都是缺少的 他做执行性的决策两个问题 第一他没找对到底应该做什么 对业务的价值是大的 第二他没有在意一个问题 叫做这个效率到底怎么能提升 ROI怎么提升 因为他有一万两千个人 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人特别多 我怎么稍微做一点都可以 所以这个方向错了 更不用说他能不能去实现这个用机器 去实现这个业务上的这个占领 所以说最终失败了 失败了那就整个企业就都没有了 并不是说投钱就行 关键还是思路和方法 那我们讲说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啊 比如说这个金融企业啊 很早开始就用数据做模型了 大家都知道说 坏账率的控制极大程度的依赖于统计模型 其实他的运用数据这个思维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看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国有和商业银行的发展 我们会发现某些银行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业绩的表现非常的好 某些银行呢 其实逐步的下降了 什么银行成长非常快呢 零售银行 这是跟过去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有关的 那些能够服务好零售用户的这些银行 因为大家的工资收入都在变高嘛 对不对 我们讲说高净值客户 优秀的银行 他们都能够获得大量的高净值客户 他获得质变的过程是什么呢 他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高净值的客户 也就是说他的不良率更低 然后他的资产的获得的成本更低的这些客户 对不对 他怎么去做 靠服务 什么人是服务的呢 客户经理是服务的 那也就是说银行在争夺高净值客户的过程 他就变成了什么呢 谁家有更多的客户经理 谁就能够怎么样呢 就能获得更多的高净值客户 只要有了更多的高净值客户 你做业务就是躺赢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讲说 这里边主要是靠人的客户经理模式 那么这个企业如何去获得竞争呢 我如何能有更多的客户经理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人 他一定要好的客户经理 好的客户经理怎么样呢 难招难培养难留住 对不对 这个就到了什么呢 我们讲的产业互联网的逻辑 如果我们用数据 用产业互联网的平台系统 对客户经理形成赋能 我让两分的客户经理 也能像四分的客户经理 一样能服务住这个客户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花同样的钱和培养成本和代价和管理代价 我可以服务的高净值客户的数量 人群的数量是别人的两倍以上 那么我在整个这个高净值客户里边的这个比例就占得很高 那我在整个的商业银行的竞争当中 我就能取得一些优势 当然我们讲这个金融企业里边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去获得好的客户 当然有的是说白领是好的客户 我们讲的一些生产企业有一些实业也有好的客户 但他怎么去做到呢 他要用一些AI的方式来配合他的客户经理去提供服务 而并不是简单的我们讲的说用AI去做一个模型 降低他的会账率 这就是我们讲当你有了这个手段之后 你要思考的是怎么和你的业务相结合 而不是说紧对着一个技术的指标去提升 刚刚讲完了整个的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新的组织 组织就是我这个地方写的特别的这个概要 一个企业上面是老板 下面就两大块 一块是业务一块是科技 业务偏向销售市场导向的 和科技偏向研发导向的 一边是研发一边是销售 但是现在大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管理上的问题 那么对业务来讲 每个企业其实都有不同的北极星指标 比如说招商银行 我要把我的用户尽可能做得大 而平安银行 我要把我的私人银行要做得好 当然我这个都是举例子 像百升中国 一定要把我线上画的订单数量做到更大 那今天我们不可能去分析每一个行业 它的业务指标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来 科技是怎么回事 在讲科技之前 再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CEO必须成为智能化转型的引领者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大量的利用权力和魄力 去推进的整个企业的变革过程 所以这个变革始终是要有领袖的 而这个变革的领袖 只能由CEO来去担任 然后CEO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坚定的去选择 用AI的决策进行业务的变革 而不仅仅是说 今天有大家来汇报 我有一个这么增效的事情 我就很开心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角色 就是企业AI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角色 就是CEO CEO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一个虚拟的角色 当然它也可能有一个实际的人 在去对应 大家记不记得刚刚讲过的 那个失败的一万多人的 那个企业的案例 这个案例里边 他们最缺少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CAO 它其实要使一个业务IT数据 它都要去懂一些的人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过程 这个人其实特别的难找 其实在我看起来 企业缺少的算法科学家 什么工程师这些都不缺 最缺的其实是这个人 对 后面我们会讲一下 这个人到底他需要做什么 那至少我们知道说 如何去迈向一个好的CIO 怎么去走这一步 现在的技术组织 大家都清楚 做规划 首先上面有个规划 办公室 架构办公室 就是管嘛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审议通过 然后接下来三连计划 然后开始做 做的过程当中 张三李四的部门 都想做各种东西 不行你这个不能做 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然后买一堆供应商过来 现在的企业的科技 很多都是这么去做的 但我们讲一下 CIO体系下新的技术组织 首先 CEO去负责说 什么叫做质变 比如说CEO说 我们的质变 就是我们不要编辑 还要把我们的业务 做到业界第一名 好 那么CIO和业务负责人 和CTO 这个是一个三远组 是一个企业的 智能化转型的作战指挥部 我们这个愿景 怎么能达成 下面是三个课题 课题一 课题二 课题三 是什么呢 就是各个子的指标 也就是说 这个里边神奇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CEO业务负责人 和CTO要有一个能力 能够把 我不用编辑 就能够做到 用户的留存特别好的 这件事情 能够取得 这个行业第一名的 这件事情呢 它能够拆解成 若干个子的指标 并且这个子的指标 我们再往下看 ML是机器学习的意思 然后这边是个系统 并且呢 这个子的指标 再拆解到 对应的这个APP呀 这个后台系统里边 我们可以对这个APP 和后台系统 去进行建设 AI机器学习的改造 能够一点一点地 提升这个指标 从而最后达到 ZU质变的这个目的 这个地方可能讲的 比较抽象 我们看一个例子 今日头条为例 今日头条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所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DAO 就我的日活要做上去 对不对 然后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不能有编辑 好 两个大前提 不能有编辑 然后我的日活要上去 他的CIO 把这件事情 进行三个拆解 怎么能日活上去 他要拆解成 第一 这个人每天 这个阅读的时长啊 要长 第二呢 我阅读完了之后 我得往那个外边去分享 因为这样可以给我 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第三件事情呢 我这个分享 我点进来看之后 我每个新闻 我得点进去看呢 点击率 这个事情特别重要 那这个指标 其实很看重CIO的功力 但是它本身可以迭代的 好 阅读市场怎么优化呢 把文章写得有意思一点 把文章搞长一点 然后在文章里边插个图片 插个视频 有可能也是可以提升 但是这些是策略 还有一些逻辑是什么呢 我给你看一些深度文章 你的阅读市场也可以提升 那我们可以想到非常非常多的点子 对不对 有的人改系统 有的人改这个继续学习的模型 我刚说的可能都是错的 但没关系 总有人能想到对的 在互联网的时代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划分呢 整个的这个系统 我在每个地方都试一试 你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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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一定能够得出来 哪些动作对阅读市场是好的 哪些动作对阅读市场是不好的 那对于分享率和点击率来讲 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个事研究上去了之后 最上面那个DAO是不是就上去了 而且这个过程是不是没有编辑 好 这套架构的设计整体 是非常依赖于CIO的 包括核心指标的拆解 我们为什么说这件事情 是个持续性的事情 你就到了今天 今日头条里边 还是有一堆小组 依然在优化 当然只是说 它可能北京新指标会有些变化 它会拆解成不同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些点 就是说 所有的指标 它都要有一个特点 不能是百分之百正确准确的 但它一定要是百分之百可量化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对于在新的 这种组织里面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它的迭代过程 在意的是我明天是不是比今天更好一点 因为我们也讲到AI的特性 它是可以永续迭代的 那你永续迭代的 你要的就看它迭代的速度 就跟一个小朋友一样 成长速度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边的 子指标 我们看到都是一些非常客观的指标 它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比如说分享率 这个分享率真的越高越好 点击率真的越高越好 但对于它这个点击率来讲 它为什么点击率 我觉得今日头条 它并不是指优化点击率 而是因为点击率可优化 这是个很重要的点 人家还优化别的呢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在今日头条的模型当中 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按照我们原先业务的思维是什么呢 我一定要保证这个东西 它占百分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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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 这个东西要说得过去 天衣无缝 我才能保证对这个业务的掌控力度 但我们现在看整个这个体系是什么呢 不是的 我看沿着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每个员工都在努力 我明天比今天是不是整个这个体系 在支撑DAO上 会有更大的增长 所以我们讲的说 这是我们认定的这个体系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说这是完全新的组织 这个新的组织说 哪个企业里面未来的创新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一定能得到更高的成功 也就是说不是跟领导说 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我预计这件事情 能得到百分之多少的提升 我需要多少钱 你来去做吧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定是top down 根据质变的目标 定下北极星指标 拆解成若干个 这个要素 完了之后你就去干 就行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传统的技术组织 和新的技术组织 它会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对于传统的技术组织来讲 技术的最高负责人 它是做不到 对业务目标的拆解的 也就是说 它不知道 到底这个业务是怎么做成的 第二呢 它怎么办 就先规划再实施 有得找一些 用一些外部的力量 或者内部力量 但是它的难点在于什么 在今天这个变化的情况下 它永远没有正确的规划 规划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所以到最后 只能说拍一个 这个规划下来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传统的技术组织的研究 最大的重点 就是这个设计对不对 总是一轮论证 二轮论证 三轮论证 这个设计到底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说 新的技术组织 首先第一 把整个企业的治理 也变成一个机器学习模型 课题一 课题二 课题三的选择 底下的每一个里面 做什么业务 做什么改版的这个选择 这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参数 我去做任何的调整 这个参数 我最后都会得到什么 最后这个治理的结果的变化 所以说 我再不停地 大家再去迭代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这个模型 本身迭代的过程 整个企业的治理 也变成一个自我迭代的模型 第二呢 它的核心就是在实施当中 不断地进行优化 最核心的点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优化目标 所以我们再次地去强调 一个问题 就是CEO在顶层设计里面 对质变的定义特别重要 那第三个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组织迭代的效率 够不够高 我不在意 今天这个设计对不对 关键我也要看 我进化的速度是不是够快 我只要进化的速度比别人快 我一定最后就能够取得胜利 最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新的工具 工具是怎么讲呢 我们讲说数据 算力 人才形成合力 用一种技术叫AutoML来将近门槛 第一个呢 这个人 没有人 感觉这个到处都需要人 什么算法 科学家CIO啊 CIO啊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人都很需要 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务人员感觉要求一下也提升了 第二点是数据 数据有的企业说我有很多数据 有的企业说我们没有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先建设数据 特别有意思 然后就又按照老套的方式去建设数据了 真的有这种 我们有朋友说自己跑去 不好意思嘛 说哎呀我们这个太落后了 我现在建设数据 一堆数据供应商过来了 过了半年过来 非常高兴告诉我 吴总 我们数据建设好了 你可以过来帮我们做AI了 这一看哎呀 什么都没干是吧 所以第二个部分是数据 第三部分是算力 算力是最容易最容易被忽视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贵 就真正当你把人的决策放给机器了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系统架构 或者是你的选型设计不好的话 这个机器花的钱 其实比你招聘一个人是要贵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层面来讲 首先先看数据 基本上来讲 就是转型除了目标不对之外 就是数据不行 有一个词叫数据治理嘛 咱们做一个调查 这个在座的各位 你们所在的企业或者什么的 想做数据治理的 就领导提到过 或者你们自己提到过 我们一定要把数据治理好 现在数据不行的 想过这个事举个手看一下 还是有一些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认为自己数据治理 还算是取得了一点成绩的 我们正讲 不讲虚的汇报的 就真正的产生了作用的 举个手看一下 真没有 不用给我面子 我觉得可能还应该是 有一两个了 其实我们讲 缺失数据是真的 但是是不是用数据治理的方式 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我认为是不是的 就为什么呢 你总是要用机器 去做判断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收集再多的数据 我都是为了让机器去 做判断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人去分析的 这个很重要 机器做判断 那它必须要有什么呢 它必须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你是不是还得给它一个反馈 就是不告诉它做得好还是不好 它怎么进步呢 它没法进步 但我们想象一个问题 我们那个数据治理过程当中 通常来讲 不是缺那个过程的数据 就是缺反馈的数据 就是要么整个这个过程 没有形成一个闭环 这个闭环分成什么呢 分成行为数据 反馈数据 模型训练和模型应用 那是技术团队的事情 那个行为数据和反馈数据 是业务的事情啊 我们这个业务里边 有没有记录下来这个数据 它不是治理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说 医药代表跑到医院里边去 给医生介绍 国家最新的药的政策 然后回来之后 这个药有没有卖出去吗 他回来告诉说 我今天跟那个讨论了 人家不听 所以我今天这个单子 没有签回来 我们让他干什么 写周报 那他就写周报 我今天去了干什么 然后不听 对吧 这个就是数据不完善的地方吗 你实际上应该怎么做呢 你跟医生进行了有效的交谈 你怎么证明 你跟医生进行了有效的交谈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两个APP啊 做两个APP 就像淘宝里边买完东西一样 让医生打个红脸 打个笑脸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哪些企业 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成本不高吧 不高 但他需要你整个业务流程 和整个考核机制 和对这个市场教育的一个变化 我这么说吧 今天说完了 可能有一些同学回去了之后 就好 我们做个APP 我讲你们做的APP 一定会有一个特点 如果我不说接下来这一段的话 你一定会有个步骤 让医生打字 让医生输入自己的姓名 实际上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要是让他打字 他整个的数据输入的有效度 一下就能降低九成 我是医生 你是乙方 你跑过来 你还让我给你打个字 我闲得慌 不可能 但如果你拿个PET 你送到我面前 三个大鸟这么一样 哎呀 我们今天这个 来你看看 同时也对我们这个 形成一些意见 人家假设只要五秒钟 按三下 这个事就结束了 你这个数据就能收集回来了 我们怎么谈数据治理这件事情 数据治理是要有灵魂的 是要跟业务密切相关的 那我们想象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天天对着那个数据库 那三百张表去做数据治理 你是不可能思考到这些问题的 你也不可能真正的得到有效的数据 所以我们讲说 数据治理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跟业务 非常非常紧密结合的事情 叫做你的业务过程 有了新的方式 有了新的应用 新的流程 你的数据自然就有了 你那个事情没有 你咋治理 怎么去要求这个标准 怎么去验证 给它考核 它也没有 因为它没有 就是没有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讲的这个算力 算力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贵了 这个银是六块钱一颗 金是四百八十块钱一颗 那个AI的算力 一颗得一百块钱 太贵了 这个真的是说论金脉 你看这数据中心 其实都很贵 所以说我们面对AI算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就会要 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些采样 或者逼着这个数据科学家 做花活 这个事情是很亏的 你想象一个问题 你好不容易招了一个员工进来 结果这个员工每天要吃四碗饭 你说这个不行 我每天给你两碗饭吃 你搁一半脑子走 是吧 我就给你一半脑子 你这只是太亏了 对不对 何况说 只要这个量变少了之后 我们的数据科学家 工程师其实要花费额外的 很多的精力 去解决一些系统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情 对算力这个角度来讲 两个点 第一个点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方向 对不对 不要出现那个叫做 我们花了大量的钱 最后没得到一个应有的这个结果 第二件事情就是算力本身来讲 架构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这个地方变得稍微有点技术 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电脑 那个服务器里边的那个配置 和AI所需要的那个配置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跟这个木桶一样 说你过去的木桶 大概每一个桶一半长 它装的水更多 现在不是了 AI可能是装冰的 你得有一块特别长 是这个逻辑 当然我这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说我们对AI这个算力来讲 其实不是以前那种 叫做硬件上面跑软件 其实要有一个软件定义算力的 这么一个逻辑 甚至是什么呢 我们讲到极致的点 就是说我根据我这个业务的不同 我的数据分布和我的计算密集的不同 我就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算法 我用了什么样算法 我就知道我用什么架构 我用什么架构 我就决定了我用什么样的机器和网络结构 而今天呢 往往我们企业的IDC呢 这个数据中心啊 都是标准的 搞IDC的这个同学也不知道你们AI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的成本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算力就变得特别重要 那你就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人才 培养一个优质的AI人才 有6到10年的时间 虽然最近几年随着各大高校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的开展 以及社会上各种培训班 能跑个继续学习模型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讲到说从刚刚的AI这件事情 其实不在于说最后那个算法怎么做上 那只是整个漫长过程当中的一小点 所以说对于一个AI人才来讲 这个培养其实特别难的 那我们讲一个顶尖的AI人才的薪酬 大概得200万美元一年 但是呢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这三个能力 业务能力 算法能力和数据工程能力 其实它都是有解法的 让一个人能做所有的事情 这个人当然就很稀缺 但是如果我把它分成多个人 那其实就不稀缺了 对不对 好 业务能力 我们刚讲到说 CEO首先通过这个学习 其实他可以成为最大的这个CAO 所以说业务能力这件事情 我们更多的依赖于各个企业 今天他内部自己的这个业务人员 跟这个科技人员之间的一种新的融合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过程 其实我甚至是觉得以后应该社会上有多一点 针对这个部分人的培训 不要培训大家天天去跑模型 就真正有一些商业案例的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 今天更多的时候我们看 我们认为这个AI做不好 都认为是算法能力和数据工程能力 其实真的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今天的算法能力 其实用一些auto ML的手段 就用机器自动的去进行适配 就已经能做到人的相当的部分的水平了 所以说你的科学家如果说他做不出来什么的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不行 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在他这个地方 第三个部分呢 说数据工程能力 这个解决方式就是企业机的一个AI操作系统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软件工程底下平台 其实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无论是商业的 当然开源的可能差一些 但是已经在向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讲说虽然今天一个优秀的算法科学家 和一个优秀的数据工程架构师 依然是稀缺的 但是实际上对一个企业去落地AI 去进行智能化转型来讲 最缺失的其实还是第一个业务能力 那么我们讲说 为什么这个算法这个东西 反而我认为今天不是最大的瓶颈 因为说这个auto ML其实也是这个机器学习 现在人工智能在国际上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领域 我所在的公司 我们的团队在这个里面 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 在世界上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还是排在应该属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并且本身也是一些比赛和榜单的 和这个学术方向的引领者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场景 我们看到说车辆检测呀 销售额预测呀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假设把其他的业务等等条件都排除掉 就论算法这个地方 全球每45个顶尖数据科学家 只有一个人能击败我们的算法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部分 我们企业里面的数据科学家 都不如这45个顶尖科学家 所以意味着说这个事情 从技术上来讲已经是个被解决了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通常来讲 它不应该是说 我再去寻求一些什么更复杂的算法 去用一些更多的什么技术去解决 还是说这三个问题 去看一看你的数据工程是不是有问题 以及最重要的你的业务本身 这个事情设计的对还是不对 我们最后说到这个点 整个智能化转型呢 我们还是要有三加码车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新的方法 从两边到这边新组织 以CIOV核心的这个体系 以及新工具 就是我们讲的数据和算力和人才 这三个部分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 最后呢 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也是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要点 第一呢 就是AI与企业经营 我们核心还是要把AI用在企业的决策里面 而AI用在决策里面 它的核心 我们要发挥它的价值 就是它的极限理性这件事情的优势 你不要指望它更聪明 但它可以更极限 可以在每一个点上 它都去发挥作用 第二点呢 就是说什么是下一代企业 那下一代企业 就是更充分的运用这种能量 去设计整个企业的竞争力和流程 以AI决策去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这也是我们转型的这个目标 第三个点呢 就是说成为下一代企业 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它本质的原因 最后是形成这个经营的质变 但这个经营质变之前呢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量变的 那这个量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找到正确的 或者提升整个场景覆盖的效率 去完成整个业务的提升 当有了提升 提升到比竞争对手 就是我们把那个 过了临界点 比如说分发成本降到零 或者从业者的这个方差 降到无限接近的时候 我们能够最后去形成一个 跟别人的竞争的 段位式的差距 从而形成经营模式上的质变 就是说你用这个AI 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优势 你就无限的利用这个优势 去占领市场 然后呢 这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要去划分 AI支持企业经营当中的 三种决策 执行性决策 业务性决策 和战略性决策 我们优先要去关注 这个战略性的决策 然后后面 我们用了一些篇幅 去讲到这个转型的路径 第一 就是说 眼镜式的陷阱 就是你不能说 先自个化 不能是顺着来的 你得逆着来 至少你要知道最后那个本质 然后重新审慎 我们今天的这个 信息化和数字化过程 第二个方法 方法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思考清楚 我们的量变是什么 我们的质变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组织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 迭代型的组织 而不是原先的 规划型的组织 最后我们讲到说 工具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在 业务的改革过程当中 去完成数据的治理 而不是专门的去做数据治理 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算力这件事情 我们要对这件事情的成本 有足够的认识 不要说让算力 卡了整个的 这个业务的发展 第三点 对人才来讲 重点的还是在 业务和数据工程能力 而算法的这件事情 可以交给 AutoML来去解决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